其實民生社區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裡面非常多樹 各位如果去過松南區民生社區都知道 像綠色隧道一樣很漂亮 龍樹、菩提樹 一整個像隧道一樣 但它這一段時間大概從90幾年開始 就慢慢的陸續的在倒樹 只是這樣子的情況 大家可能都不是 自覺都不是很明顯 從97年開始6月 在新中公園旁邊其實就已經倒樹 然後已經壓到車子 也是國培案成立了 那98年4月 這是在民生國小 民生國小那一條路其實非常嚴重 沿路很漂亮 河梨的菩提樹 倒了好幾棵 那這一個是有壓到車子的 而且是條插到車窗裡面 那還好是沒有插到座位上的人的 不然都是 就是還蠻遺憾的 那到今年的2月 這個是在松山區的嚴重點 2月沒有什麼颱風啊 為什麼樹會這樣子就突然倒下來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幾個倒樹的案例呢 其實葉子是不是都還在上面 其實這葉子都非常的茂密 為什麼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很健康的樹會倒 這是在松山區齁 那敦化公園也是 這是一棵很小的樹 所以大家也沒怎麼重視 那公所就是把它移掉 其實後來公所也知道這是何分比 那這是99年 今年的4月在中山區的獅品公園 那天的前一天晚上就像現在這樣 下了一艘很大的雨 那這一顆葡萄的刺瞳 它其實就跟隔壁這顆刺瞳一樣 我們原來是就這樣站得好好 那早上8點就突然倒下來 那我們就看到它有個部 發現其實它更全爛光了 有這樣子核和病的特徵嗎 你知道嗎 那里長說 欸可不可以整個公園 趕快再幫我看一下 然後公園我圓圓這樣一看 就欸 有另外一顆一樣是刺瞳 它已經站得斜斜的 那我就在它這個地方的腳旁邊 挖到這顆刺瞳 它的腳也跟它的同伴一樣 樹根的地方已經是爛光了 那這個也非常危險 就是有極克傾倒的風險 所以我們也是建議公所趕快些 如果它沒有錢做整個砍除的話 至少就是先簡單的做一個告示 警告一下附近的林營 大家不要靠近這個樹 也不要在這些地方移動 那到底核跟病在台灣有多嚴重呢 領務局大概從幾年前就發現 有這個問題 但是不知道有多嚴重 領務局它是管理 我們所有羽全國的數碼 它就告訴我們這幾個研究單位說 欸你們四個研究單位去幫我們台灣 做一個核跟病的複查 那去年開始我們就做了複查 結果發現其中的病非常嚴重 宜蘭啊 其實這個新聞都有講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大家也是看過就算了 宜蘭其實有68%的學校 超過一半的學校 都有這麼樣子的危險的數目 在存在我們的 這樣子一個危險的病態 存在我們的校園裡 屏東跟高雄也有 將近一半以上的學校 有這個問題存在 那我可以看到這個疾病 它的分布在 這以依賴線為例 它幾乎沒有說 我是靠哪個地方 它就是很均勻的散佈在各個角落 真要說有什麼 就是跟我們的人類活動 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人類活動就是綠美化 綠美化 你就是把樹依賴移去 把花花草草依來移去 依賴移去就是造成一個風險帶 那今年做的就是台北市 台北縣桃園基隆 我們請你們的媽祖 這幾個縣市 那結果有果然 又是台北市就奪冠了 光是就是我們做到一半 這樣子來講 整個受害面積 台北市的面積 就已經受害的面積 已經超過去年依然 一整個縣調查的受害面積 而且它的指示體也非常高 為什麼? 就是因為跟綠美化 還有土壤移動頻度 我們推測就是這樣子的關係 那同時台北市還有台北縣 也是有將近一半的學校 有這樣子的病害發生要做處理 那一樣台北縣也是 這個病害散布的非常均勻 這個是在年中的時候有做一個圖 有調查縣市 都是非常均勻的 有這樣的病害發生 那即使是在外島金門 也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金門也非常的嚴重 大概目前直下澎湖和馬祖沒有遺棄 那為什麼台北市這麼嚴重呢? 其實我們後來在觀察 也不是只有分等同一期的地方有關 它已經向我們的天然靈擴散 到底怎麼說呢? 尊序高公和雙溪國小 這兩個學校都在陽明山上 大家如果有去過附近的話 尊序高公其實它已經有紫實體產生 等一下我可以解釋是比較多紫實體 剛剛老師應該提過一兩次 那個它已經往天然靈的方向 有一些枯掉的樹枯樹這樣 那我們上去爬到斜坡 學校後面的斜坡這樣刮 也適合分病 但是那個已經不是學校的校地 也不是我們土壤 平常平凡移動土壤的地方 已經是天然靈的 那之後我們也到雙溪國小 它是在道路上面的斜坡 一次倒了兩顆印度橡膠樹 這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病樹這樣子的倒塌 除了是造成你這個樹體壓下來 打到其他的行經的車子之外 你整個土壤的保持是完全消失的 所以不保持完全消失 這個東西你不處理 讓這個地方一直都有病樹繼續存在 或是我就不處理它 我就是種一顆新的樹上去 這沒有任何抓地的能力和效果 這只是就是你好像蒙起眼睛來 讓問題繼續存在在那裡而已 那刷西國小看完以後 就在旁邊的林道稍微繞了一下 就看到一整片的相似林 這個都是那個沒有葉子 都已經哭死 那我就會沿著旁邊這樣稍微挖一下 大概六顆左右吧 的相似樹都是很分離 那我們舉一個比較 就是臨近我們市區的例子 像大一區為例的話 我們校園調查的結果 台灣最大的那個大學 台大還有師大 還有台科大 都已經有這樣子的問題 大一區有一半以上學校 也是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連台大裡面的保護老數 他都沒有辦法去救他 他就是這樣子放在這裡 讓今年第一顆死掉 然後第二顆樹就是隔年 又出現了核根病的病症 然後一顆接著一顆 那師大附中也是就是 他其實管理單位也不知道啦 那所以他就是讓這個樹 這樣子一顆接一顆死掉 那大家去調查公園的 調查結果是稍微少一點 不過大家森林公園 我們民眾這麼常進出跑道的地方呢 這個地方就是在京華國中對面 那一區的樹大家就是 榕樹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能要走快一點 因為其實還蠻危險的 那這棵樹呢 這棵也是大附森林公園的 我是今年大概三月四月左右去做調查 大概到八月的時候去看這棵樹倒了 然後樹根也是跟剛剛照片上看到一樣 都是核根病的病症 那到底什麼是核根病 我們就是很簡短再說一下 它是一種真菌引起的樹木的疾病 只有樹才會得重病 而且是從根部還有近肌部 根部、根部、根部、根部的地方 從木材開始腐朽的一種 造成樹木死亡的疾病 那到底什麼是真菌 真菌它不是細菌也不是病毒 不是我們感冒的病毒 也不是我肚子裡的大腸桿菌 到底什麼是真菌 我們的香港腳是真菌 橘子幫梅也是真菌 但是核根病最接近的真菌是什麼 香菇、靈芝還有最近很胖的張芝 這些都叫做真菌 那香菌我們看到香菌還有靈芝 這個我們眼睛看得到的構造 叫做真菌的子實體 就是它們生小孩的構造 當我們看到香菌出現 看到靈芝出現 看到核根病的香菌出現 就表示它在生小孩 這個就是核根病的香菌 我們一般不叫它香菌 我們叫子實體 核根病的子實體 當核根病的香菌出現的時候 核根病就表示核根病在生小孩 怎麼生呢 它就從香菌的身體裡面飄出包子 用空氣的方式傳染 今天一棵樹它要怎麼樣是被這個 空氣中的包子感染呢 透過傷口 我們今天如果說樹根 比方說一個打草工人 他在打草 我一打打到旁邊一顆龍樹 龍樹就會多了一個 樹根周圍就多了一個傷口 這個傷口就是包子可以感染的來源 這是另外一種核根病傳染的方式 那即使是枝條 我們今天在修施的過程中 如果你造成了一個木材的傷口 這個傷口你沒有做任何的處理的話 它也可以是一個包子 就是核根病的小孩 在上面發芽感染的來源 好這個部分大家對紫色體了解嗎 好 那這個也是紫色體 我們把香菇 核根病的香菇切開來 當然區域也有紫色體 其實整個台北都很嚴重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核根病到底是怎麼來 我說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公園 或者是為什麼會有核根病 第一個是根傳根 病根的進入 或者是說它這棵樹 隔壁曾經有一棵病鼠 那它的病根我們把它砍掉 我不知道它生病我就把它砍掉 那樹根留在下面 那隔年它就傳到隔壁這棵樹 這叫根傳根 第二個就是剛剛提到的紫色體的產生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香菇的產生 核根病長香菇了 它就用飄的方式傳染 那所以呢 有學校老師問我啊 那到底我圖也沒換啊 我也沒有就是種什麼 就是我旁邊也沒有病樹啊 怎麼突然來了一棵呢 有可能是你以前 比方說我在坐馬路以前 這裡就曾經有一棵樹死掉 那樹死掉之後呢 我鋪了柏油我也不知道 那就種了兩棵新的行道樹 樹中有一天會長大 樹根會往外生 樹葉也會往外生 那樹根往外生的 一直生一直生 生到馬路上這個地方 碰到以前的冰根就感染 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外來的土壤 我們如果今天把一個核根病樹冰根 把它打碎打成墓穴鋪到 鋪在哪個一整排樹 一整排樹就是感染 那有一些居民非常喜歡 那種保護老樹 他們喜歡保護老樹 照顧得很漂亮 他就種花 那花的土壤呢 如果你是使用有機肥 這個肥要來源又是病根的話 就會造成你這一整棵保護老樹 就是一整個周圍 全部都感染了核根病 那另外呢 就是剛提到的包子的傳播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數學問題 如果說我們在十年前 副博士他去講說 這核根病樹的樣子的話 也許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區域問題 可是今天我這樣子的一棵病樹 我只要把它打成一千片的墓穴裡面 我只要有五片去成功感染下一棵樹 到了第十年的話 一棵樹它會變成一百萬棵病樹 這樣子表示什麼呢 如果我們現在還在 臺灣還在第五年第六年的階段的話 就是趕快處理 無論它面積多大 就是趕快處理 不然的話它只會繼續向著 更大更可怕的 我們無法控制的情況 那到底核根病會知道哪些植物生病呢 木本植物嗎 那到底什麼木本植物呢 學校裡的榕樹 張樹還有苦練 是核根病喜歡的木本植物之外呢 其實連竹波 還有松樹 還有我們看到的山木 那些針葉樹也一樣會得核根病 然後呢 像灌木的像仙丹 這是在中正紀念堂拍的 它這一整區都是木本植物長不出來 它的連那個小的仙丹都種不過 然後還有像這個是赤子花 這是羅東的那個羅東夜市旁邊的公園 這個也是中正紀念堂 這是它的是小灌木的榮 一樣還是一樣 就算是小灌木 它也是第一年第一顆 然後第二年就是一顆接著一顆 像仙丹車這樣發展 小灌木也會 那甚至連什麼 連荒椰子 椰子這一種的植物 還有像木質藤本的套杖花 也會得到核根病 只有哪些植物不會 就是像這種草本 肉質的三色錦啊 非洲貢獻啊 這些不會得到 但是如果我們在移植這些土壤的過程中 它帶有病跟病毒的話 還是會感染 那如果我們要如何確認我學校 或是我公園的屬地有沒有會更病 如何我們當個簡單的術醫 第一個特徵 有兩個特徵大家要記得 第一個特徵就是菌絲面 剛剛博士有提到 我現在就是放照片 讓大家看不同種類的菌絲面 這個比較老 它好像穿了黑色的襪子一樣 在接近地面的地方 年輕的時候呢 它是這樣子 比較偏咖啡色一片 像狗皮高漾一樣 貼在樹的經濟部的地方 這個大家可以看 健康的樹皮應該是這樣子很漂亮 沒有任何東西貼在上面的 那有問題的部分呢 它就是貼了一片這樣子 菌絲面的一個構造